1981年 当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时 已经形成了一个攻守兼备 全攻全守的技战术风格 力与智的完美结合 使中国女排走在了 市排潭潮流的前列 0比3被毕鲁队淘汰 结果冠军之争 就在中国与毕鲁之间展开了 这真是天策良机 9月25号 中国队在毕鲁首都利马城的阿莫达体育馆 实现了他们夺得第二关的宏愿 五连冠在新中国体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也许这样的成绩会被别人超越追赶 但是我们已经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创造这一奇迹的 有中国人的汗水 也有中国体育人的智慧和弹破 因为世界排球它开始都是打强攻的 高级高达强攻 没有其他的东西 只有中国的快球战术打进去以后 而且取得了成功 这样就世界各个国家都开始 也运用了这个快球 这样就改变了整个的排球形式 有一位作家给女排写下这样的诗句 无论祖先给我们留下多少值得骄傲的遗产 我们要亲手创造新的足以自豪的东西 五十年中 体育人不正直创造出 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力与质的果实吗 我们都痴迷于飞人乔丹 在1998年最后一场比赛中的 那最后一投 我们都知道 在篮球术语中这样的动作叫急停跳投 我们也应该知道 这样的跳投技术 是一名中国人在五十年前率先发明的 这幅照片设于1950年 照片中的场景 酷似乔丹的最后一投 照片中的八号 就是急停跳投动作的发明人 黄百灵 拿着投篮是比较低的 爸爸我防住了 我拿着比较高了 他还防住了 那我试试想我能不能跳起来投篮啊 跳起来这个高度就高了 他就很难防住我的头 他假定防守下面 他的重心降低了 他的注意力都在下面 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并不起跳 突然起来 就可以取得有四分之一派 或者半派的时间 来进行不干扰的投篮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的退休教授王文涛 在美国的篮球百科全书中查到 NBA中最早使用急停跳投技术的人 是保罗·爱尔金 他在代表一个俱乐部 在费城和另外一球队比赛的时候 这个场地比较滑 但是他突然他觉得 他脚滑以后呢 他实际平衡 然后呢 他就跳起来以后 由于天荒板比较低 所以他把这个球就 抛过线比较低啊 就直接扔向篮圈去了 所以从那以后呢 他就记住能跳起了投篮 他这个跳投 是从这儿 是这样一种情况 创新出来的 黄柏玲这跳投 他是有意识的 他看到别人的这个 双手跳投以后 他觉得单手跳投可能更准 8号黄柏玲在1951年 入选国家队 曾经创下一场比赛中 跳投9投8中的佳话 在中国队与波兰队的比赛当中 波兰队的本特科夫 专门盯手黄柏玲 却在照片中 留下了被黄倒的形象 23年之后 已经成为 我看完结婚了 我看完结婚了 我看完结婚了